今年的小雪是11月22号,作为入冬之后的第二个节气,小雪的到来意味着天气将逐渐进入寒冬。 每年到了小雪之后,除了岭南和沿海地区,我国的其他城市都已经进入冬季,北方多地的气温会逐渐下降到零度以下。 随着西北风的增多,黄河以北的地区,多半会陆续出现下雪的天气,可见小雪这个节气很好地说明了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度。 虽然小雪是直接反映降水的节气,但是中国向来地域辽阔,各地的天气情况也会有所不同。 在很多会看天的农民看来,根据小雪这一天的天气情况,不仅可以推测出接下来一整个冬天的天气情况,还直接关系到来年庄稼的收成。 农村流传着不少与小雪这个节气相关的农宴,其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便是,小雪不见雪,来年长公歇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 在农民看来,如果小雪当天的天气是晴空万里的话,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整个冬天都会缺少雨雪。 这对农业生产来说是一种很不好的预兆,因为冬天的雨雪天气少了,天气也会比较暖和。 如果整个冬天都不冷的话,土壤里本来就不多的水分还会加速蒸发,土壤的伤情会严重不足。 另一方面,气温升高之后,原本应该被冻死的害虫也得以存活下来。 来年开春之后,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病虫害,影响农作物的涨势。 土壤伤情加上病虫害的发生,农田里庄稼很难好好生长,来年的收成也会受到明显影响。 农作物减产成定局之后,自然也就不需要人手再去干活,所以才有了小雪不见雪,来年长公歇的说法。 与之相反的一句农艳势,小雪雪满天,来年是丰年。 在农民看来,小雪这天降雪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。 一来可以冻死地里的病菌和害虫,减少来年的病虫害,二来还有给月东的农作物保暖保湿的作用。 对于来年的粮食丰产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 正是因为如此,每年到了小雪节气的时候,农民总是忙着管理地里的小麦、油菜等农作物,以帮助他们顺利月东,一边还盼着雨雪天气的到来。 不过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,近几年的冬天已经没有以往那么寒冷和湿润,暖冬已经成为了常态。 根据前一段时间,气象局发布的预测结果,今年大概率又是一个暖冬,按照现在的天气走向,不知道小雪不见雪,来年长公歇。 和小雪雪满天,来年是风言的俗语,还有道理吗? 明年的庄稼收成会不会好呢?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。